七十八 信報財經新聞 林健鋒從脫落到脫身 2015年7月8日時事評論 A16 香港麥薄如錦然等埋化縮事件後 建制派覆爆出WhatsApp涉物事件 建制派雖然曾七嘴八涉互推責任 但在西環協調下早已禁星 各人轉向而全力開拓經濟民生戰線 事件算是站過一個段落 至於這出經典鬧劇的主角之一 經民聯兼代表總商會的林健鋒 據民亦可暫且脫身 6.18世紀大烏龍後 全民建制派有人要追究責任 矛頭直指林健鋒 並有消息稱 總商會理事兼於華白貨公司董事總經理余彭昌 有異取而代之 競逐立法會之位 不過 有建制派議員說 他早前收到總商會一名理事來電 表示總商會經過開會聽取林健鋒對事件解說後 以接納其解釋 不足追究 總商會理事主動向外聯絡發放商會訊息 可見只在外界知道商會暫時無意追究林健鋒 總商會在等法宿事件發生後素天真舉行講座 當時各商會理事面對傳媒追問時 一概不評論事件或林健鋒的表現 總商會隨後定出一個官方回應 說 林健鋒在6月22日發給所有總商會會員的信件中及其後在理事會上 以就此誠懇致歉 並且稱許他一直以來以專業的態度服務本會和會員 林健鋒2016年能否留下 繼續代表總商會出任立法會議員 商會當然不會正面回應 只謹慎地說對方將會在如下任期至2016年選舉之時 仍須在立法會處理很多重要的事務以繼續爭取總商會會員的支持 言下之意 帶有等包的味道 者一如有商會資深成員指出 距離2016年選舉為時尚早 無需那麼快決定 至於疑似打算挑戰林健鋒的如鵬春 據聞他私下向總商會中人表示並無此事 他仍然打算支持林健鋒 還說借以示他第二次吸人擺上 去年也有消息指中央有二倍肉紅色商家出任 總商會立法會議員如鵬春是人選之一 不過 林健鋒已代表總商會出任立法會議員近十二年 政圈組有傳聞要求他讓位 如今又發生脫下事件 相信這世要求他退下的聲音更多 即使他暫時脫身 但如近明年九月立法會選舉 諸如此類的傳言也將遇多 如錦然號時事評論號香港脈搏林健鋒 從脫落到脫身 從脫落到脫身 於是